現場住年生不斷 桃園福山街清晨發生火禁 慈激之公獲知消息 緊急趕往現場關懷 他是住高樓層 然後有看到說 鐵皮屋這邊怎麼會有冒煙 他說他就趕快查看 所以說我們就趕快過來看我們的法清 結果回來得知這個不幸的消息 現場一片焦黑 這次罹難者共有三位大人 一位小孩 其中一位是大愛台的資深員工 平日上班都是台北桃園王返 原本為了清明節掃墓 排訂休假 沒想到發生遺憾 他一直都在工程部服務 做事情非常的認真 沒有想到今天發生這樣的意外 那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協助家屬趕快的處理這些善後的事宜 然後一方面是看看 還有什麼其他的地方 如果需要幫忙 我們一定盡力協助 現場還在郵件事客人員檢驗當中 慈激之工也持續助念 給予家屬關懷 希望能陪伴他們度過難關 大家新聞桃園綜合報導 來關心